高端開打通報已經有5人死亡的案例 對此法醫高大成 昨天上中天新聞蠟晚報 就起底猝死內幕 並且炮轟高端疫苗是政府吹牛吹過頭了 真的要多多注意 到處亂跑 會不會這個到處亂跑的抗體 把自己的東西 搞成外來的東西 現在攻擊 現在判斷 現在出問題 這個就要考慮到這些問題 是我們可以去考慮這些問題而已 那這些呢 你剛剛講的這些疑慮 透過解剖都可以判定嗎 可以清楚判定嗎 對對對 透過解剖我們就會知道說 這個到底是新的還是舊的 就是說他本來就有的 就有結痂 要不然就又破掉了 這個新的破是對藤人的 是不是跟疫苗有關的 這個舊的本來就有的 那就不要再去追究 因為本來的 也許那個舊的 已經經過一個 一兩個以上的東西 已經都有結痂 那就不要再 不用再去考考慮了 但新的東西 我們一定要去做一個考慮 所以我跟你聯繫一下 我不知道我的解讀對不對 因為我們看到這個 五無期死亡案例當中有吸毒的 然後有這個胰臟癌 體重過重的等等 那這些也不能排除 可能不是因為我剛剛講的一些病史 而是因為疫苗嘛 對不對 所以這麼早 出揮中心給了他一個病情向的輪廓 你覺得這樣適當嗎 這次高端疫苗 這次高端疫苗的問題讓我們非常不解的 就是說 以前我們 打的都是年紀大的 所以 他們死的 有人說是應該的 要坐回來 還有那麼多 但現在不是都年輕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高端疫苗真的要好好 要注意一下 你現在都年輕的 你看看四個都七五十塊而已 三七十塊而已 這很危險 這不知道是 你說是有癌症 但是他不是末期啊 所以我覺得不是說我很聰聽 但是還是要注意一下比較好 因為我們當然要鼓勵大家煮 但是也不要太衝動 但是也不要太衝動 我告訴你 你前個禮拜都要親身養親 你真的要過好 才去煮比較安全 不然你說像現在你也有三十 四十塊 不然很嚴重很明顯的病時 那就過世了 不讓人家覺得很不絕 我是要這樣感覺 我將來要再出現的時候就很麻煩 就最好是 提前告知大家說你如果真的 病很嚴重的還是反打比較好一點 福音羶 什麼事 魚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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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